看看新闻网 6月3日又一位明星幸福大婚 而她就是音乐团体苏打绿的吉他手刘家凯 虽说婚礼并不高调也不算奢华 但有亲人还有一路携手同行的队员共同见证 就一定是最难忘的回忆 这段时间苏打绿各地奔波宣传自己演唱会 就在家凯大婚的前三天 六位成员还齐齐来到上海出席活动 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 小婢太过熟悉 所以婚礼祝福的方式也可以格外与众不同 家凯结婚之后我想也是 家凯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小婢才会越来越少 镜头中的苏打绿就像一群孩子 时刻保持亢奋 暴笑是他们最常见的反应 当然还有调皮捣蛋 前一刻还在互相调侃哈拉 后一刻就能把化妆师弄得面红耳赤 这位呢 来 各位大哥 往那边看外景主持人 对对对 来 好 介绍一下 这分明就是群顽童 虽然出生于1982年的他们 已经统统走入儿立之年 虽然成家里也是他们这个年龄 最重要的事 这次是家凯结婚 而一个月前 清风受邀单纲艾拉的伴郎 收起一贯的疯癫搞怪 西装革履一脸正经 被你调味的伤 可倒是你抓 你第一次献给Ella 对不对 对啊 我现在有点在放空的状态 因为这时间太早了 不是我出没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做梦的感觉 我刚才觉得你跟那个领导 在一起很疯狂 今天会能记忆 今天应该会稍稍收敛一点 毕竟在这个婚礼 对啊 现在没有长辈 对啊 总不敢在婚礼的时候 做出什么弦猪手的动作 还记得2004年 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一晃八年已经过去了 最初人们觉得苏打率太过妖娆 但其实他们一直保持着 大学生乐团的纯粹 当歌手不过是他们因为爱音乐 也爱创作 纯粹的第一面 是学不会说车咕噜套话 刚才还在采访室里嬉笑打闹 上了台就把话筒推来推去 主持人让他们多说两句 他们就偏偏息字如今 你为什么不说话 为什么呢 我不算言辞啊 但是我还有一两个 还没有说过话是不是 好像心一样咯 我一个美女啊 哎 哎呀就没了吗 但若是唱起歌 他们就变成了停不下来的狂人 在这个娱乐速食的年代 他们的小情心小文艺 已经不吃香了吗 且看现场粉丝的露天大黑歌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他们始终抱着赤子之心 就像即将到来的巡回演唱会 不搞噱头 不摆谱 认真唱自己内心的歌 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尤为珍贵 我想大家也好久没有看到 我们六个人在一起 在舞台上表演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组合 已经是非常有创意 同时杜绝一切 滑重取宠的东西 他们之前就已经常点了 我也是很尊重地拒绝他们 因为我就是不会唱 所以如果你点了 你就是浪费你点歌的耳朵 好可惜 也不来 那歌学不来 也就是说是点你们也不会唱的吗 不是故意不唱 是真的没有 学不来 也不知道怎么用 如果我听过我会唱 我一定会唱 对啊 纯粹的第二面就是能拒绝浮华 他们不追求光鲜亮丽的外表 不摆偶像的架子 苏达瑞曾经说过 半翻演出就一身学生装扮 才是他们最真实的自己 大家想象说 乐团五个人都要帅帅气气 然后讲话要很得体 也不能在访问前闹来闹去 但我们就是一直 这样去营造一个很轻松的气氛 其实就是在做我们自己平常 转眼苏达绿出道八年了 曾经听着他们的歌 走在大学校园的年轻人 也逐渐告别青春 面对这种无法抗拒的转练 清风用一种特别的调侃 轻松化解 你知道阿姨妈妈有多喜欢我们吗 对啊 在台湾苏达绿最当红的一个族群 就是阿姨跟妈妈 来参加苏达绿的活动 跟演唱会的都不是少女 都是一些阿妈 我们不能拒绝长大 但我们愿意为了青春 保持那一抹最纯正的苏达绿 是阿姨的一抹最纯正的苏达绿 是阿姨的一抹最纯正的苏达绿 是阿姨的一抹最纯正的苏达绿